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不断在我们身上实现愉悦傲击 我们既借习利而重生 求你帮助我们结出封锁的果实 并获想永生的喜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其圣神 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录 在一个安息日 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了 要听天主的圣道 犹太人一看见这么众多的人 就满心嫉妒 反对保禄所讲的 且加以辱骂 保禄和巴尔纳伯 却放胆地说 天主的圣道 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 但因你们拒而不受 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看 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 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 我已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 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 直到地级 外邦人听了 都很喜欢 赞美主的圣道 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 就都信了 主的圣道 虽传遍了那地方 犹太人却调缩 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 和城中的药人 发动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 把他们驱逐出尽 二人就把脚上的城土 向他们扶下 往伊科尼庸去了 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 因为他行了奇事 他的右手和他的圣笔 为他获得了胜利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 以将自己的正义 启示给万民 他记起了自己的良善和终身 即向以色列家族 狂誓的官人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因此普世大帝 请向上主歌舞 请踊跃 请欢乐 谈情演奏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福音前欢呼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主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确实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和你们在一起 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你不信我在父内 父在我内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我自己讲的 而是住在我内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业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 若不然 你们至少 该因那些事业 而相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业 他也要做 并且还要做 比这些更大的事业 因为 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求父什么 我必要践行 为叫父在子身上 获得光荣 你们若因我的名 向我求什么 我必要践行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首先呢 今天我们庆祝 五一劳动节 所以我要祝大家 劳动节快乐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今天 也特别的庆祝 圣弱势 为模范工人的节日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在今天的这个庆典里面呢 我们主要要去 反省弱势的品德 如何借着他的品德呢 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呢 也可以更加的彰显 天主的光荣 那可是呢 关于圣弱势的品德呢 我在今天 中午的 永元圣母敬礼呢 就会分享了 所以我在这边呢 先邀请大家 如果有机会呢 今天中午参加我们 诺维娜教堂的 这个永元圣母敬礼 听一听 我对圣弱势的分享 可是今天呢 我想在这个弥撒当中呢 我想针对读经一的 以这些事项呢 来反省 我们时不时呢 都会听到 有人说 人往往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人往往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而今天这句话的含义呢 就被保禄采用在用来指责当时的犹太人 为什么 当然我们了解 天主的恩宠 天主首先呢 是和犹太人建立了这个关系 和他们建立了这个盟约 所以天主的恩宠和祝福呢 原本就是给予犹太人的 但是呢 很多的犹太人呢 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特权 来接受天主的恩宠 他们嫉妒不好好的接受这个天主的恩宠 反而呢 多加的为难去辱骂那些其他 可能也可以得到这恩宠的人 所以保禄呢 在今天和这些犹太人的对话当中呢 他就开始斥责他们说 你们因聚而不受 并断定自己不配得用身 我要转向外邦人 其实呢 在反省着当时犹太人的这些种种的行为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事实呢 带到我们自己如今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要问问自己 天主的恩宠呢 是借着教会 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呢 是要赐予我们的 尤其是我们这些 已经声称是跟随主基督的人 但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些人多多少少呢 也会不多加感恩 但一旦有什么不是 在教会啊 或者是在团体方面呢 我们都是多加的批评 总是以负面的方式呢 去对待事情 那如果我们是如此 多班的控诉 多班的批评呢 我们今天呢 可能要反省反省一下 我们是否是真的能够去 好好的在生活里面体验天主的恩宠 还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以赐责的方式呢 去拒绝天主的恩宠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当然呢 今天我们庆祝圣若瑟的庆节 那他的一个很大的品德呢 在他的一生里面呢 就是他的一个很默默的一种 谦虚的态度 他总是呢 在他的生活里面 很多的感恩 很多的接受 很多的接受 很多的为他人的服务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 也要好好地去反省一下 我们是否能够像圣若士一样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多加感恩 多加地去接受 多加地去为他人服务 不要等到失去之后呢 我们才尝试要去珍惜 到那时呢 一切都太晚了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卖面饼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 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 饮料 愿天主 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仁慈的上主 求你圣化这些礼品 并使我们借此精神寄宪 把自己尘奉给你 成为你所悦纳的永恒献敌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 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现在我们更当隆重的赞美你 基督摧毁了罪恶所统治的时代 更新了宇宙万有 使我们在他内 恢复完整的生命 为此 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 永跃欢腾 同时天上的掌权者 和带人的天使 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 圣 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集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事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圣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事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祈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取你随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 我们的教宗 方几个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取你随念 怀着 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取你随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 光辉的圣荣 取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 天主之母 童贞 荣妇 玛利亚 他的敬佩 圣若瑟 诸圣 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和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 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是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 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 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 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 安定 环节 你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羔羔羊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再次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静默片刻 神领圣体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生世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 身体身体的安天 愿我完全 与你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妮莎、礼城 感谢天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